上一條影片我講租車去車中泊 駕駛Infinity QX50 現在我駕駛這輛車正在去北潭沖停車場 為何要去這個地方呢? 一會兒會暖一點揭曉 現在我享受我自己駕駛放駕樂趣 不如我講一下車中泊的故事 我試過幾次 第一次應該是TOP GEAR去新疆三天兩夜 我在沙漠要過夜 本來我們有型的 但兩個男人一個型 怎樣睡呢? 我怕是否會弄我 所以第二晚我決定跳上車去睡覺 那車其實不可以攤平後座 還是可以攤平都忘記了 總之攤平不了 因為後面放了很多東西 想攤不住 所以唯有坐在座位睡覺就睡不著了 這一次就慘痛的車中泊 第二次就舒服一點 就不是做事 自己放假 我就是在紐西蘭租一輛露營車 是由PIVIA改裝的 它將後面的可以變成一張床 可以最多分兩個人 打開車尾後面是有星盤可以洗東西 還有有一個拉出來 打邊爐的爐 即是用打邊爐的油 可以勉強地睡覺 煮食都可以 那次的經歷很好 因為很好玩 可以把整間屋搬著 到處去四海為家 這是男生很喜歡的一個夢想 那次我實踐到了 今次在香港車中泊究竟發生甚麼事 我都很想知道 來到北潭中停車場 竟然爆了 限一來的 幸好我都摺到這個位置 說下我帶些甚麼來的 其實車中泊我今次準備的東西 是跟露營差不多的 是拿樓盈 這個就是我的營 由大東西講起 桌椅椅 別以為車就不用要這張椅 一樣要的 因為你沒有經常坐在車上 有幾個人的位置 怎麼辦呢 所以必備桌椅 我想說另一件事就是營 你可能現在 這個科技當然是用電筒 電筒就行了 即是單車電筒 我也是不想買 用單車USB充電的電筒 很乾的 為何不用這些 要拿這麼落後的東西來 就是因為 Momantic 嘛 懂不懂 人類 原始人 都是因為有火 所以才 衍生好東西出來 有甚麼特別的東西我會拿 我想大家都未必會拿 但我一定會拿 就是眼罩和椅膝 香港 在郊外睡覺 必須的東西就是椅膝 不知為何現在人們 周圍爆機 踩單車行山 吃飯 甚麼都在這裡爆機 搞人睡不覺 所以一定要這個 還有 夜晚人們會撒車很厲害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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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完 還有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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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車射無法上去 走不到 不知道是甚麼速度 這傢伙真不懂 還有拿水 我習慣了 很多水 你可能說 煲水就可以了 煲水是可以的 但是 有些廁所水 其實是山水 必備的 當然是睡袋 基本上我不太怕冷 所以這個厚度已經足夠了 我攤平了椅子 沒有人可以睡在這裡 很硬的 所以我就拿了我平時露營的第二隻 對了,我還未解釋為何要選SUV 車中泊 不是找七人車、八人車空間更大嗎 其實空間是大 但七人車、八人車的地台不可以放平 這架SUV是平的 天黑就煮食 我是很有名的味蕾壞的 食物不太吃,我都不太覺得 所以我去露營 通常吃東西是以簡便為主 所以你今天看到我這大餐 只有這麼多東西 我很需要重點介紹這個 這個是懶人包 真的是懶人包 我何時發現它是歐洲旅行的時候 想吃飯 這些是歐洲到處買到的 紐西蘭也買到的 有很多款式 不同的味道 最好吃 我差不多試過了 最好吃是這隻 有番茄 另外一款是寫著地中海之類的口味 是我最推薦的 煮這個食物很快 如果你有微波爐是幾分鐘 微波爐是兩分鐘已經完成 但我沒有微波爐 所以我準備了一盆水 煮熱它 放進去 當然要撕一點點 放進去 放進去 再加上粟米 非常好 營養充足 放進去 吃了 天寒地冬 有沒有煲仔飯 這個也算煲仔飯 好了 我又說一次Uncle Ben 領舌煲筒 很棒的 看到嗎 我先把粟米倒進去 拌一拌 營養價值高 營養價值高 我不知道是否夠 皮鋪 原來現在有點冷 我不是很怕冷 基本上 我用體能克服它 很棒 很久沒有在香港吃過郊外做食物 吃完飯 剛才的配菜 主菜是現在 我來看星 有很多來北潭沖 看星的人都知道 有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不是剛才的位 因為剛才的位 它是有些街燈的 停機場 走進去 放旅遊巴 這個位 就更棒 因為它再黑一點 天空可以看到很闊 看星適合了 有很多天文發燒友 就來這裡開車 拍照 我今天來擺檔 不是看照片 我是來講 天文的基本功 但今天 好像沒有星 很多雲 但不要緊 因為我這樣指 你都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照說 不如 很多人開車都會 家外看星 但情侶、朋友 對白只一句 哇 今晚很多星 這樣就完結了 Dead Air 這樣不行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 一件事 很應該去研究一下 我從小學開始 很喜歡天文 我最喜歡天文 我有一個證據 這就是 太空館和坐井會 合辦的活動 這本書是百多年 這個手冊 是講了很多天文基本的知識 以及有很多項目 可以讓大家參加 我參加了 天文基本功 就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 就是要認得星座 就等於是 行山 懂得看地圖一樣 大家知道 看星 現在可以很簡單的安裝 手機APP Google Sky 有這樣的APP 它的用法很簡單 你這樣向哪個位 基本上 但是那個星座就在同一個位 但是 我發覺是很難用的 因為 你這樣試試保持 你的手不斷震 你手不斷震 會抽筋的 你這樣放下就不行 所以 這個 我得反而 不太適合我 可能適合你 但是不適合我 所以建議大家看星 最初都是用圓形這些星圖 就是這樣的 分春夏秋冬四季 你下降了冬季 放在手機上 一樣可以 但很多人看星 一個問題就是 他看得到星圖 但看上天 不回應 哪顆是哪顆 整天都是 有些人會教你 冬天 就有個叫冬季 大三角 天上有三顆很光的星 連夜的三角 就認到星 但這個方法是不行的 因為大三角真的很大 橫跨的天 很多地方 突然間有個雲 你只穿了兩顆 就亂了 我這個方法就是 你要找一個很接近的三顆星 可能的範圍只有這麼小 你從三顆星知道 那是甚麼星座 再對回星圖 你就由三顆星擴張 周邊的環境 你就知道 原來這顆星是甚麼 這個方法是比較容易的 冬天有些甚麼星座 有三顆星 很容易認的 聶戶座 如果你看上天 你會發現 有三顆連著的星 是很光的 很有可能就是 這個聶戶座 腰帶來的 大家看看這幅圖 就是腰帶來的 好 你看回這個星圖 腰帶就是這裡 你就知道聶戶座是甚麼位 但問題就是 聶戶座是一隻蝴蝶結的樣子 是嗎 蝴蝶結 那究竟蝴蝶結是怎樣扭 才對呢 有個方法就是 你看看那三顆腰帶 它附近 是有一點萌萌的東西 其實 那是一個星雲 叫做聶戶座 大星雲 好了 你知道星雲在哪裡 你就看回這個星圖 你就可以知道 究竟是這樣擺 還是這樣擺 那你當認了聶戶座之後 再擴張其他星空的天體 你就很容易找到相對的位置 夏天又怎樣 夏天都是有三顆星是連到好 也是很容易認的 那就是天蠍座 彈彈 這樣的樣子 夏天都很多星 那你怎樣找到連續三顆星 天蠍座中間 三顆 中間的星是紅色的 你看上天其實不是很多星是血紅色的 又光又紅 那顆很可能就是天蠍座 你又可以對下那個星圖 夏季的星圖 看看天蠍座是不是這樣的 附近的星是否這樣的 如果是的話 恭喜你 中了 我是用這個方法的 但我小時候也是 搞了幾個月 我才真的可以認出第一個星座 但是呢 看星座的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認得一次之後 你是等於現在單車一樣 等於游泳一樣 以後不會忘記的 因為 形狀就是太特別了 好了 看星座就是這樣 大家可能問 要不要買望遠鏡呢 我建議是不要買 很多YouTuber 都叫你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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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露營東西買買買買 我是每個人買的 我今早都說過了 我的人生的哲學 就是 扔得越多東西就越開心 你用眼睛看到 那你就用眼睛看 當你做了一件事 十次二十次之後 你可以都享受了 你才想去買 就不要第一次買 我看到很多人 都是買樂器 Yokalini的結他回來 一首歌都不懂 就扔掉了 所以你最後才買買 買了之後 很多東西可以看的 好了 今天歐陽瑞的天文講座就是這樣 下次來看星座 記住戴上星座 好了 說完看星座 我都累了 我要睡覺了 但我忘記戴短褲 原來長褲 我不是很舒服的 但沒辦法 好了 早安 睡醒了 我已經收拾東西走了 在郊外好像沒有什麼做過 但沒什麼做過 又很舒服的 有一種好像是重新設置了 那種長褲 可能因為脫離了平日居住睡覺的環境 整個人都好像清醒了 所以很棒 很棒 一會兒我要上班 希望寫一篇好多東西稿 拜拜